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悠悠一下子就感觉不那么冷了 可是,她这是接受了吗? 明明内心是不接受这种兄妹恋的,可为什么又拒绝不了呢? 陆悠悠现在心里乱糟糟的,全然弄不懂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想要什么 两久之后,陆悠悠才开口 哥,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我以前喜欢你,你就没有阻止过,或者很排斥吗? 这种兄妹恋,说的难听点就是乱伦,一般人都不会接受的吧? 有 为了阻止你,我把你送去了国外四年,拿着你这个小丫头一根筋,四年后还是一点都没变 所以你最后被我的痴情感动了是吗? 应该是被你打败了吧 陆悠悠悠悠心里,甜得跟蜜似的,朝他怀里拱了拱 哥,你的怀里像个大暖炉 嗯,以后就供你去暖 陆悠悠将他抱得更紧了,胸口沉寂了许久的阴霾,一下子就散了,只剩下轻松和愉悦 晚上的时候,陆悠和管家找了一处被封的位置,张罗着搭建烧烤台 晚餐来了个烧烤派对 陆白睡了之后,于笑破例没有陪在他身边 出来的时候被陆悠悠叫去了 陆悠悠从他口中了解了一些关于自己以前的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他跟陆悠的事情 于笑说自己了解的不多 但是几次见面中,看得出他对陆悠确实很依赖 而且还是那种刁蛮任性,无理取闹,各种不讨喜的依赖 毕竟,那时候的陆悠悠只要能吸引陆悠的注意 他会不惜一切,哪怕是不讨喜 一个人这么说,他或许不会相信 两个人这么说,存在意义也正常 但如果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都这么说 那么这件事,几乎不存在任何质疑了 管家匆匆地跑来跑去,不知道在忙什么 陆悠悠就问了一句 管家,你大晚上的忙什么呢 哦,二爷在后面打了个烧烤台,说是晚上就吃烧烤了 真的假的 陆悠悠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他记得,自己今天来时还说想烧烤来着 可不,这会儿已经弄好了,我正回来把食材给搬过去 太好了,今晚有烧烤吃了,素嫂,我们也去看看 我就不跟你们凑热闹了,我去看看你四哥去 你去找顾水一起去吧,我看他好像一直都是闷闷不乐的 是吗,他在哪儿 顾泽走了,陆悠悠总觉得顾水也跟着走了 所以还真把顾水给忘了 于笑用下巴比划了一下不远处的那棵树 能,一直站在那棵树下 那我过去看看他,你先去看看四哥 回头好吃的烤好了,我教你 好 于笑点头,陆悠悠去找顾水 走近他的时候放轻了脚步 捏手捏脚地来到顾水身后 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吓唬他 嘿 顾水真的被吓了一跳 回过身来看到他,也没有说什么 你干嘛呢,一个人站在这里踹两风 顾水心不在焉地回道 没有啊,去看看风景 这里风景确实不错 也不知道顾泽到哪儿了 这话题跳的,陆悠悠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 酒 提到那个人,顾水心里就来火 他到哪儿了,关我什么事 说吧,他转身就走 陆悠悠在后一脸懵逼 自己也没说过他的事呀 陆悠悠和顾水来到后面的时候 老远就闻到了一阵阵烧烤的美味 陆悠悠还真是一点都不隐藏自己的馋嘴 咽了口口水 快快快,他们好像已经开始了 陆悠悠拉着顾水就加快脚步 就差飞奔起来了 顾水本来是心情不好的 奈何身边有个陆悠悠这样活泼开朗的人 真是想不开心都难 陆悠悠赶到后就问他们 你们是不是已经吃起来了 是啊,我已经快吃饱了 你们还真是太不够意思了 都不叫我们一声 我就算了 好歹咱们顾水还是客人好不好 陆悠悠控诉 顾水就这么被当成了挡箭牌 表示很无辜 陆悠把他拉过去 骗你的,才刚开始 那你有没有什么烤好可以吃的 我尝尝 你五个那边烤的海鲜应该差不多了 你去看看 我去看看 陆悠悠去了陆悠林那边 五个,原来你还会烧烤呀 而且烤的还是海鲜 好厉害呀 陆悠悠上来就是把人掀一顿夸 这接下来凡事都好说 你五个无所不能 那你这里的海鲜有没有能吃的 陆悠悠一双眼睛从过来 就一直盯着他手里的吃的上 那边都是你能吃的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陆悠林指了指旁边架子上烤好的一盘扇被 陆悠悠看到有吃的 哪里还能听进去后面那句话 吞着口水将那盘好吃的端过来 还不忘对顾水招手 顾水快快快开吃了 不等顾水走过来 他已经从盘子里拿了一个扇被吃了起来 哇 简直太美味了 顾水 你也尝尝 这个可好吃了 他给顾水拿了一个扇被放在前面的盘子里 自从出院之后 陆悠悠就没有像现在这样 放开肚皮好好的吃一顿自己想吃的美味 顾水也不客气 尝了一个 味道确实还不错 顾水对烧烤没什么印象 唯一一次还是顾泽请他吃的 结果就给他吃了两串羊肉串 两个人就半嘴最后分道扬镳了 陆悠悠一边烤一边问他们 味道怎么样 好吃 太好吃了 比大厨烤的还好吃 陆悠悠一顿乱夸 这必须要夸呀 因为味道确实很不错 什么对抢